艺文教育向下扎根 台中市长卢秀燕特别前往和平区白冷国小视察 全校师生仅29位 校方是致力推动艺文还有原住民的文化 今年度参加全台中市国小英语歌唱比赛 获得了丙组第二名夹击 学生们真的可以说是文武双全 拉紧妈妈市长的手 现象果实摇铃 随着旋律左右摇摆 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小朋友们同环共舞 越是稍微偏远学校 越是迷你小的学校 我们更要费心照顾 所以今天我亲自自己来视察 了解学校现在办学的情形 以及学校的需求 流量流畅的歌声 轻快的泰雅族舞蹈 接连三四首曲目看得目不暇迹 热情奔放的范围感染现场来宾 他们是台中和平区白冷国小的小朋友 全校师生仅有29位 校方秉持一个都不能少 每个都是宝的理念办学 致力推动一文原住民文化 今年度参加全台中市国小英语歌唱比赛 更获得屏组第二名的佳机 他们非常的努力 那譬如说啦 白冷国小他们全校才29个人 那他们小学部前不久去参加 我们全台中市的一个音乐比赛 他们竟然拿到第二名 那可见得老师教得好 小朋友也表现得很好 那在泰雅族文化的部分 我们也非常重视 比如说像去年的我们的主以歌谣 从校长到主任到老师 我们自主参赛 参加了社会主 那我们小朋友也在主以歌谣 也获得团体的一个优等成绩 拿起长木板 市长卢秀燕跟着节奏拍打主管琴 节奏感满点 创官成功 在有学生亲自导演手工艺作品 以及能源环境教育等成果 孩子们文武双全 发光发亮